红色黄色绿色面疙瘩 刚起锅色彩鲜明 卡哇伊的宝宝面疙瘩 上头还有五湿 鞭炮红包袋跟春莲图案 年味十足 像粉红色是火龙果 绿色我们是用低瓜叶 主打健康方便的宝宝年菜 面皮用蔬果汁调色 抄吸小小孩眼球 另一款宝宝水饺 跟成人版的比起来超迷你 可爱破表内馅更特别讲究 猪肉馅自用黑猪肉 也没有添加任何盐巴酱油 大人又要忙家里的大人的年菜 那我们这个诉求方便 五分钟就可以上桌 限量一百组推出两天秒杀 想让宝宝过年也假才操 嘉义也有业者推出年菜版 宝宝粥 宝宝炖饭 看看桌上堆成小身高的 大干贝 大虾仁 山珍海味 宝宝也吃得到 干贝的话就是比较有过年的感觉 过年我们都要吃大鱼大肉 比较高级的食材 下去做年菜这样 新鲜食材汆烫好 肉馅 花椰菜 红萝卜 全都打碎成泥 跟米饭搅拌均匀 加上高汤熬煮 七到十二个月小宝宝吃粥 更有口感的炖饭 则适合一岁以上大宝宝 七个月再吃的宝宝粥的话 我们就没有做任何的调味 食材原味去熬 加上一整只鸡的鸡汤 大概比去年成长了25% 春节到大人大旦喜气年菜 新手妈还得另外准备宝宝 副食品多麻烦 诉求健康方便的宝宝年菜 就在全家围炉团圆时 成了妈咪救星 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道